美国独立战争与苏联的成立 1976年美国宣告独立 被美十三块殖民地脱离英国王室的控制 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共和制国家 此时在欧洲被一顶顶各式各样的王冠统制着 遥远的中国还覆盖在大清王朝的龙旗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摆脱王权 人民直接主宰命令的国家 给每一个建政其难生的人 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如果你是一个满腔热血的进步青年 在体会到先进制度的优越之后 再返回自己古老腐朽而又刻板的祖国 你会毫无波澜地一直忍受下去吗 你不会 同样法国远征英军的北美军团也不会 为了报复英国在七年战争中 带给法国的耻辱 法国王是不失时机的在美洲独立起义的进程中派出了援助部队 这些远射千山万水的法国青年在与华盛顿将军并肩作战的同时 人猛然发现原来世界上海有一个地方是国王不能随意蹂躏的 原来还有一片土壤 是暴君无法立足的 原来还有一种体制是保障每一个平民的个体权利的 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回到了法国 作为王室的部队 他们首先要听命于国王 但是革命的火种却已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 这一旦人在有生之年推翻了王室 法国和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两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家 或许是为了感激美国人的启蒙 或许是为了彰显两国的友谊 法国人铸造了一尊巨大的雕像 并远路重洋送抵美国 这便是今天美国的标志性建筑自由女神像 当拿破仑的军队把革命的火种 拨撒到整个欧洲的时候 无数顶王冠纷纷落地 所有的封建君主都无可奈何 除了俄国 当六十万争俄大军在俄罗斯的冰天 雪地里灰飞烟灭之后 扎皇亚历山大一世以胜利者的姿态 起码进入巴黎 随行的俄国军官与士兵同当年身在美国的法军官 名如出一辙 他们惊叹 他们钦佩 虽是战胜国 却掩盖不了对法国革命的羡慕与向往 回到俄国之后 法兰西革命的思想 也被带回了遥远的俄罗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卢曼诺夫王朝元气大伤 俄国人民趁机爆发起义 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宣告瓦解 死后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追根溯源的话恐怕 也有美国独立战争 那一份功劳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